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的問題 我們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一些事件 政府、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不好 大麻一番,發笑一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即是說,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他們應該是做些什麼呢? 才可以解決到呢? 或者你是當事人,你會怎樣做呢? 好了,今晚和我們參加這個討論的幾位嘉賓 還有主持人,金詠妍 以及黃岸妍 我們今天想講這個題目 是關於自家教育這個問題的 因為最近南華早報有記者打電話來 想和我做一個簡單的訪問 其實那個題目是講自家教育的 我給了四個題目 我初初以為是香港最近又有人積極討論這個問題呢? 其實原來他們發現香港很多人都很反對現時的教育改革 我感覺其實香港人就不是反對教育改革 是覺得香港現時的所謂教育改革 是走的那條路不是正確是錯的路 其實教育這個問題是很廣泛 我也經常都感覺 其實香港的問題或者很多人類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醫療和教育兩個方面做得好 其實很多其他問題我自己會解決到 如果我們的醫療和健康問題不解決到 我們的教育問題不解決到 其實人類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這方面的問題是導致出來的 好了 他當時給了幾個問題 他有其他問題說 我們為什麼要把自家教育合法化呢? 我們才可以遷就一下這位記者給我幾個問題 大家一齊可以考慮一下 我為什麼要把自家教育合法化呢? 為什麼呢? 法法嗎?法不法的嗎? 是啊 阿多祥又說教女兒什麼? 你不讓她上學是犯法的 在香港 中國也是犯法的 你不讓她上學是犯法的 在外國就不是的 你可以做 我們有什麼原因 我們要把自家教育合法化呢? 我們經常推動 我們自家教育應該是合法的 是不應該不合法的 那我知道 其實香港暫時不是的 中國不是的 其實西方國家是德國都不是的 OK 不是 我要引述周兆祥博士說 香港教育條例 他就沒有說你不可以 但是呢 那條法例是你要有足夠的教育 去給你的子女 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 你不去上學是OK的嗎? 香港法律是這麼說的嗎? 不 你不去上學 但是 沒什麼 他會用行政措施煩你 他會問你 如果你沒有登記到的 正如 香港有一班小朋友 是沒有入學的 他沒有登記過 例如你小一 小一 你有登記過 你填了那張表 你就有了一個法律 明白嗎? 如果你是沒有登記過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一來不知道 但是他沒有說你犯法 就算你入了學 你沒有上學 那他教育官員就會找你 譬如教署那些 他會問你 為什麼你不讓他上學 如果你認為提供到足夠 我引述鄒兆祥說的 如果你提供到 譬如你 某程度上 你大把水 你有私人老師 你能說服他的 你能說服他的 那麼他都可以開眼睛 鄒兆祥說有這些例子 但是他會煩到你死 如果你有什麼手法 去避免他 這個另外 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 就是香港自家教育 是非法的 香港是一個叫強制性的教育 如果有九年強制性的教育 如果你不讓這個審問仔 去接受這個 九年的強制性法律 你是觸犯了一個法例 我現在不是說你用什麼手法 行政的手法去避免他 你不幫你的審問仔報名 香港我知道有些家庭 是用這個方法去避免他 但不是代表沒有這個法例 香港目前的法例 就是九年的強制性教育 你一定要審問仔去 如果你不做這個 你是犯法的 王岸議員 是不是 香港法律是這樣 好了 現在很多人認為 這些法例 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世界上很多國家 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 其實全部都是合法的 自家教育是合法的 在歐洲是指德國不是的 就很有趣 德國不是的 因為我給你一些資料 你會發現為什麼這麼奇怪 德國不是的 我們知道中國和香港都不是的 或者我們中國可能都 某程度上可以理解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 一個審問仔 很多時候在家裡需要他幫忙 很多審問仔就是在家裡幫忙做事 在家裡幫忙耕田做什麼都好 變成有很大的動機 令到家長很可能 因為這個原因 是不給審問仔去上學的 但香港很久以前都是這樣 首先問你 George 上你認為應不應該合法化呢 應該是可以有一個選擇 那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合法化呢 我自己在家裡問那些兒女 What do you think of school? Oh, it's stupid 我的兒女都覺得是很 stupid Oh yeah, maybe you're right 我家裡的學習風氣不是很強 但很著重他們自由的思考 他們說得學校那麼 stupid 那時候 他們是有理由的 他們做完那些事是沒有用的 我又不喜歡監獄我做 我已經是很放任的 即是很開放的 即是很開放的 比較常來說 那些老師不會迫得那麼緊要 我現在回香港 已經在學校裡教 發覺那些學生真的被迫害是很慘的 即是這樣迫害的時候 有少許是沒有人同 我覺得 那如果你作為家長 好像我那些 見到這樣的迫害法 不如不要讓他回去 讓我自己教 如果我把那些素理化生 全部搞得好 他們是合格的 那你沒理由說不給我 那你有一個選擇給我 我給我的兒女考試 他們考得好的時候 為什麼不給呢 在我國的時候 那個記錄就是 Homeschool那些 自家教育那些 那些小孩子是聰明一點的 入讀學的機會率是高一點的 還有呢 他將來成功的率 在社會裡成功的率 都是高一點的 那為什麼 有些人就說 因為你那些 因為你老爸老母家有料 然後才自己教 你不喜歡他去 那些公立學校 就自己教 但是我看回很多 就是加拿大的公立學校 那個水準雖然是很平均 但是呢 總的來說 都是始終不及得自己 親身教育那麼好的 那在加拿大 我都有些資料在這裡 他說在1995年 官方的估計 大概有一萬的學生 是自家教育的 那有二萬個 即是非官方的估計 有二萬個 那在 BC 省 你過去居住了這麼多年的地方 在2005年4月 就有個估計 他說大概有三千零六十八個 身份仔 是註冊了自家教育的 Dolpher 就是 我們 在這裡 我想我們需要 定一定義 什麼叫自家教育 因為我們有些聽眾 可能第一次聽這個 可能自家教育 他認為是 我家裡自己教 自己親身 父母教 就要自家教育 我講一講 在加拿大前面 定義是怎樣 你雖然說自家教育 但是他要有個 curriculum給你的 即是你去學校 他給你一份 東西給你 跟著這樣教 即是你不是那麼教 他要依照這個 程序 即是內容 你要教足這些內容 他始終 他幫你手 他不是說 這個跟你的自家教育 是否自家教育 是兩回事 就是我幫你手 政府給你一些 幫你手 幫你手 但是自家教育 你要考試 就是他幫你手 總之自家教育 其實 顧名思義 自己家人 或者自己親友 總之不是在外面 政府註冊的 公立學校 或者私立學校 或者宗教背景的學校 一座學校 基本上 我相信自家教育的定義 我相信 我有沒有法律上的定義 你不去政府註冊的機構 當然 你的教育專業人員 都限制這些人去教書的人 去學校教書的人 都限制你 但你限制不到學校以外的教育 你見到香港的補習社 我想是全世界最旺 為何是這樣 你的學校不可以 自然的市場 就找到一班人出來 他又不需要什麼特別訓練 總之他教得到 學生要 家長要 那就行了 有多一點補充 補習社的情況 最重要是因為他太注重考試的成績 你在學校裏面 先生教完之後 他這麼多人 他不能夠吹谷 你要去補習社裏面 差不多鞭撻他們 吹谷他們 船長打他 那些教授說是厲害的 即是 香港那些 不是 George 你說這種 雞精班 是其中之一種 坊間還有很多不同 譬如學鋼琴 我講是學校成績 那這些都是教育 我給你一個定義 是法科傳書的定義 那什麼叫做自家教育 或者home school 叫home education 或者home school 那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自己小孩子 自己小孩子在家裡教育 通常是家長 或者家務人 rather 在那些 公立的 或者私立學校 那自家教育的定義 就是這麼簡單 OK 自家家長 或者家務人 去做這個教育 就不是在那些 所謂外面的公立學校 或者私立學校 那這就是自家教育的定義 OK 好了 那就是香港 因為有一個強制性的 九年教育教育 那所以 你就不可以 就是你不可以說 我不去上學 我不去這些政府 然後認可那些地方去學 做上課 那你在家裡做 那這個就是 那香港的理解 起碼知道香港是 不可以這樣做 那前幾年 不是有一個 是嗎 香港有一個爸爸 是嗎 你記憶中一下 其實都不是 只是那一宗 那一宗是2000年左右 是的 2002年 其實去年還是 都有一宗 都有一兩宗 就是說 學校 通常都是 學校 家長覺得學校 對待他的子女 不公平 不公道 而是拒絕 讓子女上學 這樣 然後在家裡教 這樣 2000年那一宗 他就特別強調 在家裡自己教 是的 這樣 所以就引發了這個 自家教育 那個 concept出來 這個concept 很久 就是在香港 就是他自己這樣做 那後來有沒有告到他 經常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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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告他 他覺得很煩 就帶了女兒 上大陸 在大陸讀 那你教育官 就沒有得吵 這樣 因為他不在香港 就是在外國生活 也到 前 前兩年左右 那 蘋果日報 經常談論 這個 這個 topic 那 黎智英自己都說 就是 講學卷制 跟住自家教育 他就這樣公開講 他說 如果有人 被教育官僚 告他 不犯學 他就 他就 拿五百萬出來 幫你手 幫你手 打這場官司 打這場官司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是反對自家教育不合法 其實黎智英的立場就是這樣 他認為我們是應該 香港是可以有自家教育 是不應該不合法 是應該合法 即是如果上路會停輸 其實自家教育其實幾乎開始 大概十九世紀的時候才開始 之前大部分的人 都在家裡是自己教育 自己教育 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我相信這個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愛迪生 愛迪生 他真正正上學 是回了三個月 愛迪生是一個自家教育 的產品 OK 我記得我看 在去年年尾 看Discovery Channel 他有個家庭頻道 就是講這個 topic 在美國 有些父母是自己教的 即是他覺得他的子女 學校對他 譬如說過度活躍症 又說有這些問題 就強迫他承諾 所以他就不回 他就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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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那些教育官 厲害 差不多拿著槍來 好像來拘捕你 美國可以home school 美國是 他講這些是比較 他引述回 比較早一點 那些父母 跟政府去揮 打很多這些官司 即是他教官僚 以及去到法庭 他證明 證明 你看我們 如果自己教 是比我們學校好 就是這樣 很多這些 去揮 我有一個 突然間有一個 想法 就是 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 其實是跟不上科技的發展 例如 你看到外國那些 青藤系的那些特學 有很多 那些 有名的學者 那些讀書 任由你下載 你自己的 iPod 或者MP3 聽 那些叫做Podcast 我想你個人不知道 那 那 為什麼我們 不可以 將我們 中小學教育的課程 千比一律 將他做到最好的 最好的 用很多資源 做到課程是最好的 就是Podcast 給那些學生 那些先生 是做一些好像 Tutor的工作 或者 如果你不想他回學的時候 你就在學校裏 自己做Tutor的工作 那 這個是教育可以改善的地方 其實很多學校都在做的 我自己講的 學校都是常常上網去拿料的 我們Brown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Brown Brown 大學 每一個Freshman 一上課就給他們一個iPod 我再說回我剛才所問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在外國 是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那在1999年 有一個叫做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那他就訪問了 很多這些自家教育的家庭 那他問他 你什麼原因呢 你就想 就是 喜歡自己教育 那他其中 有四十一萬五千的家庭 他就說 他的訪問 就說 有四十八點九個percent 差不多四十九個percent的人 就因為他認為 在家教育是比外國好 這是第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 有百分之三十八點四的家庭 就認為是因為宗教的原因 那 二十五點六個percent 就認為學校的學習環境不好 有十六點八個percent 就認為是家庭的私人原因 他沒有詳盡 第十五點一個percent 就認為 因為我們要培養他的性格 和他的道德 他認為家庭做得更加好 十二點一個percent 就認為他反對學校教的內容 十一點六個percent 就認為學校對他的孩子 是不缺乏挑戰 九個percent 就因為其他的問題 在學校 其實他一連串的問題 有些可能因為家庭方面 有些人住的地方 是很不方便 有些人認為 那些小孩 就不應該這麼早入學 他規定 香港現在很低 要很早入學 在外國很多教育家 認為早入學是不好的 要六歲八歲 在歐洲很多在這方面的學者 認為十五個percent 是不應該這麼早入學的 但香港現在相反 就要再納粹給點錢 即是要再做多些創商 兩歲三個月 最好牙齒的時候已經有 有1.5個percent的人 就不能進入他 想入學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他認為 家長認為自己能夠 給孩子的教育 是優越過在外面 好了 那這種這樣的說法 有沒有根據呢 其實是很有根據的 因為在外國已經做過這方面 很多的研究 發現自家教育的十分仔 在他學生 在外面公開試的考試的成績 是好過私立學校 好過教會學校 當然 他們也更加好過所謂公立學校 好了 他也做過調查 譬如有些人說 這些十分仔 缺乏了所謂社交的活動 和其他十分仔的溝通 以後 在社會上 他可能在社會上 會有缺陷 他也在這方面做過很大的研究 發現是剛剛相反的 自家教育的十分仔 百分之七十一 會參與團體的很多社交運動 譬如他可能會做一些團體裡面的運動隊的教練 或者在學校做很多志願的工作 或者在外面的街坊 或者在教會裡面做的 而相比 所謂外面的一般傳統教育的人 百分之三十七是參與這方面的 他也發現 有百分之七十六的自家教育學生 當他們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時候 是會去投票的 他會覺得這是公民的義務來的 在過去五年是曾經投票的 而只是 美國的整體來說 25%這些同類的 人是去過投票的 即是說 不論在社交方面 和公民教育方面 投票方面 自家教育的身分仔都是優勝過的 還有 他研究 他說自家教育的身分仔 對生命方面 覺不覺得是一個很愉快 很幸福的生活呢 百分之五十八點九 報道 就說他們覺得自己是很開心的 而相比 美國的一般的人 只是百分之二十七點六 這樣 你可以看到 另外百分之七十三點二 自家教育的人 認為 生命是非常興奮 很有趣的 而一般 只是四十七點三個百分之三 是有同感 OK 那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自家教育呢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他們認為 因為 我自己當時給的原因 就是 在無數的研究 證實了 自家教育的身分仔 他的學業的成績 和我們玩 學業的遊戲 和他的社交能力 是好過一般的 傳統教育的學生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認識一個教育的老師 他是自己教自己的女兒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教自己的女兒 是多了很多時間的 可以出去玩 參加很多其他課程 他自己的女兒彈鋼琴也很厲害 幫他手教琴 又減了他自己的工作 他又教一下他 所以他們可以參加自家教育 他自己有球隊 他自己有樂隊 他自己有樂隊 他是Homeschooling Team 他跟其他比賽 一樣是有很多 還有一樣最好的 他們說 多了很多空間的時間 不會浪費時間 你不用走來走去 你不用花樂 你不用去接又去盛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這樣的好處 但是 這位媽媽 到了中學之後 他都要給他回學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數學搞不成功 沒有辦法 他數理化那些 他是教鋼琴的 他自己教不成功 然後才給他回到中學 所以我認為 如果是有可能的話 能夠 provide一個這樣的選擇 給有資格做這樣的選擇的人 應該對社會是有好處的 我的看法應該是 我們社會 譬如 你可以一樣有這些學校 沒問題的 你就讓家長自己去選擇 譬如 我這半年 就是 我家長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那下半年 就入學了 都可以的 就是 我不知道外國怎樣 總之最得上 他是不是可以這樣 理論上應該可以的 沒理由說可以的 我學校半年 之後我覺得沒有時間 我又給他回學 不過呢 在香港一提出 自家教育 學校這些 我即時想到第一個反對是誰 蘇文波 肯定是 專業人士 他會覺得 又是覺得很受威脅 這個 我們稍後會看看 一般 哪些人反對 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就說 為什麼 你認為應該自家教育合法化呢 好了 還有沒有其他人想到的原因 有 正如 Dr.剛才你列舉的數據 譬如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你自家教育 人際網絡不好啊 我就不太同意 即是 就算你在這些學校 是大班小朋友 即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的 如果你在月上高班 即是 那些同學子 是當競爭對手的 連父母也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 我女兒二年班 我女兒稍為考得好些 即是 一百分 我女兒三十歲 即是 即是 我女兒三十歲 我就不要求你考一百分 我說你八十多分就好了 沒有考一百分 那她是怎樣 父母打電話來 你可不可以faxe一張試卷給我 我答案是嗎 答案是嗎 答案是嗎 那是全級第一 狗不答八 平時也不打來 打來拿一張試卷看下 那我 那我 老婆說 沒有 沒有faxe機 有的 沒有 沒有意思 你這樣 我當然明白 想看下 他那個小朋友 那次考了九十多分 我女兒一百分 想看下 有沒有說錯 哈哈哈哈 看錯 有沒有 其實 證如周少祥 在九幾年出了一本自家教育 有一本書 他裡面說 就是 就是 鬥爭的場所 不是學校 就是學校 那麼 就是 越高年級 越是這樣的 這一程伸展到 我想 都 沒有說得那麼差 去到二年級 就來一年級 就來幼稚園 OK 好 這個問題其實 還可以 深入一點 有很多項目 我們慢慢會再討論下去 我們現在講 為何我們要合法化這個原因 好了 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 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好了 我們今次的講題 就是討論關於自家教育 是否合法化這個問題 我們大家知道 香港目前的自家教育 是不合法的 如果你是不准什麼 上學 其實你是觸犯了 香港的教育條例 你可能會被告 被拘捕之類 但我過去 我們都看過 在香港 也有些家長 企圖 不准自己的小朋友 去公立學校 或者私家學校 來上學 在家裡自己教 出現了一些法律上的糾紛 我剛才提到的問題 就是為何我們要自家教育 為何我們要合法化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合法化的 但香港不是的 我們現在在香港 都是一樣 參照很多外國的先進國家 那個自家教育 都應該合法化的 那為何需要呢 我曾經都提及 在外國的原因 因為他發現 他們會搞得更好 而事實上真的 他發現 他們的學校成績 在外國做過這些調查 都要參與 一些入學試 大學入學試之類 他們會做這方面的考試 發現他們的成績 真的好過私家學校 好過教會學校 當然更加好過一般的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 也發現 其實在家上沒有問題 還有其他原因 在外國的經驗 其實自家教育 是省很多錢的 那就當然了 Dr. 你是趕正死穴了 即是不要說香港 一趕省錢就死了 你搞到那些教師 沒得搞 一趕省錢就糟了 好啦 我們在香港沒有真正調查 因為香港最近的調查 香港養肚子很貴 一千幾百萬 平均好一點 四百多萬 所以你說香港是否省錢 不是 香港大部分家庭 除了上學之外 是自己補習社 學什麼學物 起碼都成幾千元 幾千元 一個十元 我們所認識 很多都是用這樣的錢 所以你說省錢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香港不知道 起碼在外國 我們看到 原來1998年 在外國做了一個很大型的調查 他發現 在外國的學生裡面 他說 大概有十七點九個percent 那些家庭 是花在小朋友那裡 是大概二百元 或者以下的 另外有二十一點五個percent 是所用的 是大概四百到五百九十九的 而最大的 就是最多的 花費 是在那個 有三十三個percent OK 就有成二百到三百九十九塊的 九塊的 好了 也都有二十五點一個percent 是用了六百到二千的 那只是 有兩個percent 是最細的部分 用的錢 差不多是二千或者以上的 好了 那美國在美國現時 整體的國家 平均在那個 所謂公立學校 是一九九八年 所花費 每個學生是用多少呢 是六千二百到六千五百元的 OK 那 即是 香港的教師的工資 是很高的 是全世界很高的 那就是 你說節省錢 那些人就馬上不妥了 你猜為你什麼 那這個是 即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為什麼要節省那些人 為香港的錢奉上 我們應該 允許人 因為我們是可以節省多些錢的 那為什麼不將它合法化呢 好了 其實我當時 我給了四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我給了 其實我覺得 自家教育呢 雖然我不覺得 香港會有很多人做 就算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大概一點 一點 1到2% 1到2% 那好像 George Ho 那樣 那他在BC省是可以自家教育的 那他都沒有這樣做 是吧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不需要擔心 自家教育法化 不是香港人不需要擔心 是教師不需要擔心 是 自家教育會有很多人去做 其實不會 但其實我自家教育呢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 其實我們想給 香港的家庭 知道 或者香港的教育家 知道 最重要的教育是家 OK 真真正正影響 長遠影響 那些孩子 是家的教育 好了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法例 說自己的教育 是不合法的 那你這個訊息 是什麼訊息呢 這個訊息就是 最主要的教育 就是不在家 最主要的教育 是外面 是老師 我們學校 或者大學裡面 能夠給到你 這是一個很創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 要自家的合法法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要把這個正確的訊息 給香港的人知道 最主要的教育 是家的 不是在學校的 回應一下Doctor 就是我們香港的教育 是怎樣的 就是 六十至八十年代 香港的教育 就在學校 不懂教的 去到九十年代 不是 六十至九十年代 中 就是在學校 近這幾年 就講 就講 在香港 就 加校合作 家裡也重要 不過學校 要配合學校 這樣 Doctor 你一個 強調回家 是的 就是 我們香港 為什麼要落後的人 就是這樣 可能要遲多十年 二十年 才講 真正的教育 在學校 不是在家 慢慢來 就是這樣 在香港現象就是這樣 學校就給了一個 curriculum 給你 怎樣教呢 就是在家裡自己執事 教得不好 就找家長來罵 我真的遇過這種情況 因為 學校成績不好 你家裡有什麼問題 現在也是 學校就給你一個 課程 給你 好 你要達到課程 自己家裡想辦法搞定 不是啊 然後 學校沒回來考試 可以了 你繼續在家裡 不然你要去學校 不是啊 當時好像不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的學校 好像我女兒現在讀的 都是 問她 我女兒不太明白 教了 你自己搞定 自己搞定 不是啊 他意思就是這樣說 我們納稅人花這麼多百億 這麼昂貴請你班老師 到頭來我的小朋友都不太懂 然後還要我出去課水再教 意義何在呢 又浪費了個小朋友時間 然後你又說教了 然後問我女兒 她說 不是的 老師好像沒有教 就問她 老師你好像沒有教 不是啊 教了 是你女兒而已 免得跟她爭論 有時我們 Doctor 其實要關注我們香港出路 其實解決問題真的不難 難就難在什麼呢 又是錢的問題 又是飯碗 又是利益的問題 一說這件事 就是侵犯到那些人的利益 就是 我經常這樣說 那個半腳石 通常都是專業人士 對不對 我們經常在社會上 很依賴這些專業人士 因為認為她比我們 一個專業的服務 是令到社會更加好 但是我們看到 很多的跡象看到 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不是啊 你問一下 很多問題的根源 都可以從專業人士那裡 可以看得出的 我講一個自己親身的經歷 給各位聽 我當時去日本留學 上去日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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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悶 走堂 不上去 但是 日本人要認識的 在日本生活 自己去Language Lab裡 就知道 一邊聽 又講 一邊聽 六個月而已 就搞定了 初初不太好 越講越好 越聽越好 那我就奇怪 為什麼 香港 那些小孩子 不是蠢的 他們不是蠢的 可以學那麼久的 英文 說又講 不聽 又聽又不聽 那是否可以用科技的方法 捉住一個 六個月 不斷聽 她說 不斷聽 是否打不搞得到 做處理想死 你一講科技 又是篤證那些死員 那那些人還在搞什麼 要令到自己很忙 你一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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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是用科技 那些是買科技 擺在那裡 都可以 大學都在做這件事 我答你 你那間不同 你那間是自己 還有一些自由權 我一講大多數的資助小學 大多數的資助小學 你那些是直資小學 有相對的 比較多一點的自由 明白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現在的資助小學 大多數的所謂technology 其實是僅限於硬件 是沒有什麼運用到的 很簡單 每一個學期 買書 經常都講的 今年又加9% 其實用什麼書 一隻光碟搞定 你把那些錢買台手提電腦 用多少錢 每一個小學生買 就不用說那些貧窮 有數碼紅溝 說這些做什麼 你不把那些錢 每人送一部手提電腦 不用多少錢 買書買兩千多元 那 那就解決了 又是哪些阻礙呢 要拿著一部書 就在這裏來講 就是顯示那些人的存在價值 我給幾筆東西的 大佬 就是這樣解釋 其實呢 你曾經所講的這種解決方法 其實呢 我覺得不是真正的問題 是根源來的 當然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在這裏 是不是 你說 有些人 有錢人可以去讀 有些人沒有 有錢人家裡有電腦 我們教育界都企圖這樣做 是不是 買多點電腦 資助這些 比較家庭 比較貧窮 如果我們認為這是個原因來的 其實他們走在這裏 是企圖這樣解決的 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個原因來的 整個教育的問題 基本的原因 完全不是我們怎麼教 有些什麼科技不用 其實很多學校都會用的 你不要說不用 很多學校都用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可以這麼多年 那些英文都是這麼窄 這個也不是說 先生不夠 先生為什麼不夠 是不是因為不夠錢 不夠錢 請外國先生 這是不是個根本原因 其實說來說來 我們經常走這條路 這個就是根本原因 外國先生認為 香港生活水準高 所以這樣的錢不夠 資助不夠 所以我就 是不是用多些錢可以解決到 是不是我們在大學裏面 教授人工再高些 會解決到 其實我們就 這條路是一條 試過是死路來的 這不是真正的原因 這不是真正教育失敗的原因 我又有一個親身的 personal experience 就是我扮那些 聖誕工人工 請一個 外國的 native speaker teacher 回來教 是不是有用呢 他們說 根據成績來說 本地的先生和外國的先生 一樣的 所以他們 將外國先生 請了他們 教drama 教話劇 唱歌 那些 那些 話劇是得到第一名 你叫他教英文 成績 跟普通的先生教 一模一樣 有這樣的研究嗎 不是 那些先生的經歷 不是一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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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是前線的觀眾演員 所以 就被那些先生教drama 教他們演戲 教他們唱歌 這樣 反而好 你教他們英文 就不行 一樣的 效果是沒有的 這個根據某個前線的先生 觀察到的現象 如果不是這樣 就不會讓他們教drama 每個先生都會教drama 不是 他們試過是 將他教 阿華先生 不是 其實講到這裡 吳宗俠 醫生 我問了問題 大家都讀過這麼多書 讀書成績 你想想自己 在整個學習過程 自修的比例是否很高 所有聰明的人 我也是 所有聰明的人 自認的 學校給你的 其實是輔助 但我覺得 就是 有些先生的啟發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有些不單止不啟發你 是閉塞你 有些人啟發你 有些人啟發你 有些人是閉塞你 我們講的是自己四個人的經驗 不要講理論 講你自己 你自己 你覺得你學習 你幾多學校學回來 是幾多自己學回來 主要是自己學回來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老師的啟發的作用很大 你是不是有老師啟發過你 有 我當然有 你很幸運 我真的沒有 我也是 在香港還是外國 這個經驗 在香港 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不是 我要補充 就是我都有給 Jorge有這個 不是 那個老師是外國 不是 我也有給老師啟發 不過那個老師是我用錢去自願去學 那些 明不明 就是不是一個學校的 是的 是我自願去那裏去學 是磅水的 來到啟發 有不同的 明不明 這個教育制度太死了 其實有一點 那些人是太過 當了學校 很神聖 很神聖 什麼都說 先生 老師 專業化 你看 我有一個啟發 有一個經驗 我們那時候 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試過 有一個 在外國來的先生 他在外國讀完書 回來教書 他說 如果香港的學生 在外國的學生 就會當作自己的問題 我不明白 我不懂 我都會是 我聽完課程 不明白 那死了 自己蠢 那就回去設法之體 但是香港的學生普遍 你的老師不好 你教的方法不好 成績不好 或者學不到 他就賴先生 香港人普遍是這樣 很強 家長 不是 家長 不是 家長 不是 先生 大人 都在做事情 去讀 master course 一發覺老師不好 就很吵 我們開會就要談 怎樣做到他 那些power point 大家要 一定要用 power point 我也學 但我們讀的時候 哪有 power point 用多一點 用白板寫下 就算了 悶到黏筋 抄老師回去 就追 自己切 或者看電 在外國裡 誰反而不會吵 那些老師很不行 那不不行 就不行 十個教授 越有學問 越不行 很自然 做學問 就是跟別人溝通 越悶那些 越悶那些 你反而越堅 那你聽不明白 你的責任 那你反切 快去看書 而不是去 evaluate先生 投訴 那些他走 不會投訴 香港人 都會 有evaluate先生 為什麼呢 我經常觀察 就是香港人 對那種 靠自己去 去 develop 那些東西 自己的能力很低 近來燒了 我們那一代 那時候還有 那一代被迫著 所以你說自己 如果你學沒有教育 你就自己 自己讀 自己讀 那些人反而會很厲害 我相信 這就是價值 那裡 就是怎樣平衡 當然 其實我不太贊成 你回家 因為那個 其實那件案子 那個姓梁那個 那個女兒去了 那時候 其實他打電話給我 我在成年蘋果死 他曾經千方八個找了我 我的電話 想我支持他 我就這樣說 我說 我也教育不夠 我在學校教育不夠 我小學之後就沒有讀書 我是自修的 我自修考中學 我沒有考過中學 我沒有入學 我基本上沒有入學 中學沒有讀過 那麽厲害 我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 什麼時候覺得不行 就是自修考中學 那麽考到 原來可以不去 又不入學 而考到中學的課程 那麽更快 就是自己 自己看背紙 看書 原來拿個Service 那麽就可以 原來可以 不是很多東西很小型 我完全是接受 你根本不去學校 你是得到同一個知識 結果成為 原來香港大學的法律系的 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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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過幾個地方 我未讀過中學 可以教大學 也沒有讀過大學 我基本上是 我自修考 因為是校學位 當然可以上課 我都很相信 你不在大學 不在學校裏面 你可以得到同一件事 但我亦都跟他說 我其實不太贊成 他拿了我女兒回家 自己教 因爲其實他 很小孩 我也很小孩 以前沒有機會讀書 就是因為 小環境 六零年代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大約有四成的人 有機會讀小學 四成的 六七六年代 四成的 是有機會讀小學 小學 文化是大多數 我們那年 要加學費 我們做工廠 你發覺 很多老闆 就是小學已經去 小學就不讀書 可能小三小四 剛剛認識了字 就不讀 甚至有些根本沒有讀 即是那個時代 所以我個人有感覺 你沒有了這件事 其實是很痛苦的 但現代社會不同 人的接觸機會多 各樣 或者最少 就算學校幾不太多 它是一個正常的過程 你叫他去都是要的 即是我覺得 他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說 每個人在家 現在讀完書 都變了隱清 如果你從小到大 都在家 真是很突然 教育當然重要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 就是 我們應不應該容許 人如果他選擇 認為家裡教育是更加好的話 他有能力做得更加好的話 是否應該他有 這樣的基本權力 現在問題在這裏 我們完全沒有說教育不好 教育的途徑很多 我是不停地讀書的 嚇死人的 我自己想起來都害怕的 但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去說 如果我選擇在家裡自己學 家裡自己教我 我有這樣的基本權利 這個問題就是這裏 我們不是說教育不好 教育是很多問題 但我們不能說 教育本身是不好 教育當然很重要 但問題是 我們怎麼能夠做到教育最好的成果 我們認為 教育是要很多方面可以去做的 我們是不應該 將自己的教育成為一個非法的行為 我們所討論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 不應該有學校 不應該有政府資助的 不應該有強制性教育 但我只不過說 我們不應該令到 我們如果選擇在自己教育 而我要成為犯法 好了 我覺得我第四個原因 其實我給了記者 我第四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 我們自由自己選擇 我們怎樣選擇教育自己 是我們基本的權益 不是一個privilege 不是一個特權 是要政府賜給我們的特權 這是我們基本的人權 即是我們選擇怎樣去教育自己的子女 是我們基本的人權 就不應該給政府恩賜的權利 所以這是我第四個原因 認為自己的教育應該合法化 和教育好不好 是另一件事 雖然我們大家經驗 都覺得 大部份的學習 都是自己去學的 我很幸運 我在大學裡面 我在美國讀的學校 有兩家大學 都是一種叫前衛開放的學校 我遇到很多很好的先生 對我有一個影響 其實在MIT 有一位教育家 他曾經說過 如果一個學生 在他四年大學經驗裡面 每一年遇到一個 能夠啟發他的老師 他四年裡面的教育 你是不需要擔心的了 他已經是一個最好的了 其實我們早期的教育 其實是怎樣 都是一對一的 由一個模仿式 或者一個老師 帶到一個學生 孔子的時候 一個帶一個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最好的教育 應該是 小班教育 老師也是這樣叫 但有什麼小個 家裡自己教 你不可以 你四十個 變成三十個 三十個 二十個 既然你這麼鼓勵小班教育 你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專注一些 個別去教 那有什麼好過 一個家裡的家長 或者監護人 或者他會安排一些人 用這個方法去教 教他自己的兒子 那你就趕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你認為是不應該的 我想回應一下 我也要引述一下 周兆祥 他說 教育 是不可以強迫的 一定要自由 你一定要自願和自由去選擇和發揮 所以 正正就是 在我經驗裡面 在學校 不是說學不到 你說很有突破 啟發性 就沒有什麼 都是沒有什麼 反而我自己出來選擇的時候 就真的學到 那些是自己自願的 大哥是自己給錢的 你不自願 你不會去讀 不會去搞的 對不對 那就真的學到 還有你會花很多時間 第二 你說小班教學 你又侵犯到一些既得利益者 他說的那種小班教學 是因為有很多超硬的老師 所以用這個方法去安排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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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原因是這個 就不是說你的小朋友 即是叫做拉埋這樣說 藉著這個項目說 唉 增加回就業機會 就不是 如果是 Gotta 你真的說得對 真正的小班 在學校 有什麼好得過 在學校 家 對 如果你說這個方法 雖然有道理 不過 他又會覺得受侵 即是 不用我們這麼多老師 那不要推行 這個真正的小班 不要推行 這樣吧 哈哈 我自己 有個經驗 就是 我的 女兒兩個 都是 覺得 學校裏面搞的歷史 是很 Boring 很悶的 爹地你說的歷史 這麼 interesting 那麼 我們學校裏面說的 這麼Boring 但是呢 如果我用你說的歷史 那些Point 來回答那些問題 那我會很低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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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即不是那個 哈哈 那我沒辦法 你自己執生了 我幫不了你 但是呢 我到這時候 我又問問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歷史方面 有什麼有關的題目 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呢 他們聽得好 真的很有興趣 大家就應該考慮一下 學習要有興趣的 你不是監的 監是沒有用的 其實教育制度 沒有人說學習是不要興趣 沒有人說監 現在就是監的 我們為什麼要自家教育 要合法化 我們討論的重心 當然有很多種方法 會搞得很好 你自己去盡收又行 你自己給錢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題外話 我們有很多種的改善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哪些人會反對自家教育合法化呢 教師 全世界都是 教師 教師和教師公會 那他們用什麼原因呢 一週行都 還有教署官員 是的 教署官員 我經常說 社會上很多問題的重心 都是專業人士 他們自己設計一個制度 最終是要自肥自己 當然希望同時幫到社會 但最終的大前提 一定要先自肥自己 導致我們香港社會 全世界都是這樣 很多問題的根源就是這裏 如果我們一看得出這個根源 我們很多問題 可以跨過所謂專業人士的意見 他們背後的動機 我了解這件事 其實很多問題是很簡單的 好了 全世界都是 反對自家教育合法化 主要是教師和教師公會 香港也是沒有的例外 我相信不用再說為什麼了 這是很明顯的原因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值錢的飯碗 雖然在外國的資料發言 你家裡自己教是更便宜 是給他們教的 對香港來說是可以省很多錢的 但你一定不會走這條路 因為整個制度都是專業 是製造出來自肥自己的 好了 我也知道 香港真的有很多家長 在做這件事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的十元仔 你不要讓教育書 知道你有這樣的十元仔 存在在香港 不要登記 但你不登記 他們就追不到你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香港來說 暫時他們教育處 或者政府 都不是很強性執行這個 因為如果執行 要上法庭 就廢了這件事 這件事可能又會再揭出來 再討論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是可以 不斷再去討論的 自家教育合法化 只不過是我們教育改革裡面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一個環節 我覺得還有很多其他步驟 我們可以繼續去做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或者教育這個大題目 我們會慢慢 不斷有不同的機會 可以再繼續深進 了解一下問題 應該是怎樣解決 好了 時間關係 下星期再跟大家 解釋 解佳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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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